观众朋友观众您好 欢迎持续锁定2000整点新闻直播 我是辛华为您新闻话重点 投料讯息我们带您关注到 今天在新北市的恩主公医院 发生了严重车祸 您看到这辆黑色的自小客车 车头严重的变形 当时事故发生当下 驾驶是一名34岁的孕妇 而这一名孕妇呢 其实在事发过后大喊 拜托请大家救救她 因为她身上怀有5个月的身孕 而这过程当中 她不幸冲撞到两名路人 一名50岁的谢姓男子 还有张姓老妇人 两个人都受到重伤 尤其是谢姓男子在冲击 当下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 没有意识 索性三人紧急送医抢救过后 目前呢心跳跟呼吸都已经恢复了 但是后续的状况还要再继续观察 而至于这一名孕妈妈 为何会驾驶失控 还要进一步厘清 监视器画面短短四秒 一辆黑色轿车爆冲 撞进恩主公医院急诊室旁的车道 撞击声令路人纷纷转头看 急诊大楼指示牌被撞掉 路面一片牢籍 停着一辆车头几乎毁损的自小客车 不难想见撞击当下的力道 车内安全清廊爆开 肇事驾驶是一名34岁 怀孕五个月的孕妇 当时准备左转进入急诊室车道 却突然爆冲 直接撞伤路边两名行人 目击者还原当时状况 被撞路人分别是六旬负人 受伤人有意识 以及五十岁男子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我原本以为救不回来了 这道市的孕妇没有影响胎儿跟严重伤势 警方初步排除酒驾 但是是否因为车辆故障 驾驶晃神或是怀孕身体不适 都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而这起撞车意外 就发生在急诊室门口 周遭路过行人多 今天一撞吓到不少人 TB新闻施协员新北市报道 而同样也是车祸让天轮梦碎 我们但已经看到的是 在国道3号彰化和美路段 这两天发生了严重事故 14号的车祸导致一人死亡 而昨天发生的四车连环追撞事故 导致两个人离开了人世间 他们是洪家的姐弟党 而事故发生当下 原本是洪姐姐要跟弟弟 以及弟弟女友 要送消息有人到嘉义 但是由于被后车追撞 他们根本来不及脱身 而根据了解呢四个人在车上 其实在驾驶座的姐姐不姓与命 还有这个消息有人 还有这个余姓女友呢 他们是受伤的情况 但是男友呢也跟着姐姐一同去了 那么根据了解 由于这起事故导致严重的伤亡 对于这个幸存者来说 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 这一名女友他表示 和痛心男友跟他的姐姐 受困救不出来 自己的脚也受伤了 只能先拖出消息有人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人 还有情同手足的这个洪姐姐 生命一点一滴流逝 之后呢又冲到白色的箱形车后座 拉出两名乘客 但是呢因为遭逢二号 他实在放心不下男友的妈妈 今天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决定要来再续前缘 来帮助他们的妈妈一起搬家 甚至还愿意跟死去的男友明婚 希望可以代替男友 替他来尽孝 车祸现场 这名在车门旁边 忙着救人的红衣女子 是小客车夫驾驶座上的乘客 36岁的于姓女子 交车上姐弟伤重不治 于姓女子是其中弟弟的女友 等待检方相应的时候 他抱着男友的妈妈安慰 也要自己坚强 要帮男友照顾好妈妈 心中默默下了决定 他自己也在车祸当中受伤 腿上还包着纱布 走路一搏一搏 最痛的是 男友和他姐姐没能获救 这张开心自拍是姐弟合照 这张朋友一起聚餐 后方并肩坐在一起的就是情侣两人 车祸身亡的男友 32岁的李姓男子 是台积电外包化学工程师 之前在交友站工作认识了女友 于小姐跟男友母子同住在清水 两人相识多年 几个月前开始交往 相处像家人一样 男友加州原本7个人 父母亲和5名子女 这一次出车祸的是三姐和大弟 两人伤重不治 小弟十几年前也因为车祸丧命 半年前爸爸病逝 家人很难接受接连痛失亲人 大姐家在台中大礼 他们打算把妈妈接到大礼就近照顾 短短半年失去三名至亲 未来的日子更需要亲人相互扶持 而再来关注的是主持人徐乃琳 今天再度现身法院提告 他要告的是诬告 原来呢先前好心借钱给朋友周转 就被诬告来在支票上面 来伪造文书 不过这个官司已经确认徐乃琳是无罪的 而今天徐乃琳现身呢 就是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因为他说过去呢曾经借曾姓男子1000万元 同时借了这个原告曹姓女子90万元 但是呢当初他是提供了一个白色的支票 给徐乃琳作为担保 所以呢他跟会计在上头了填写了金额 没想到被这名借钱的曹姓女子 反咬他未造有价证券 现在是不起诉的 而徐乃琳说六年来呢 为了这两个人打官司大概花了300万元 而且借出去的1000万呢 中间还有一百多万的欠款未还清 但是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要出一口气 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实在太坏了 所以今天呢按林提告 要告诬告罪跟伪证罪 希望司法能够还他公道 穿着浅蓝色提水牛仔裤打扮相当轻松 一人徐乃琳来到台北地院要对朋友提告 在对视陪同下准备非常多证据 指控这么多年来都帮着朋友周转资金 没想到对方拿了钱还诬告他 这些案件发生在2015年 一人徐乃琳为了帮朋友解决财务危机 借给一名蔡信男子90万元 为了确保对方会准时还钱 蔡信男子工程会找姑姑曹信女子 提供空白支票 当时还带着大小张来到经纪公司 自称担心会写错 请女会计帮忙填写还款 日期借贷金额顺利借款 结果这笔钱借了将近十年没有还 曹信女子还反告徐乃琳 和女会计未造有价证券 如今侦查终结 徐乃琳罪证不足不起诉 但整个过程有损名誉 忍无可忍分而提告 今天你们有多了一个诬告 还有委证 你们还有很多的官司 我都一个一个的在进行 各位我108年跑法院 跑到现在6年 我花了将近300万的律师费 我为的是什么 我为的是什么 因为这些人够坏 够坏 这笔账当初约定只有借一个星期 却拖延了将近十年 不仅没还款还先告人 如今好友之情丝破脸 徐乃琳不仅要捍卫名誉 掌握证据之后 也暗领对不公堂 TVB的新闻台北从我到 从刚访问当中看得出来 主持人徐乃琳乃哥 这次真的是不忍了 气炸了 原来过去这几年 真的是情跑法院 因为他涉及的官司 真的相当多 2016年被屋指利用豪宅 来经营赌场 后来就是误告 2019年这曹姓女子说她 假外房争诈财也是不实 2024年借款给友人挨告 最后也是不起诉 徐乃琳忍不住在法院感叹 她说这一生帮朋友帮的太多了 慷慨解囊的结果却是换来诸多的官司 太太就告诫她 朋友不要有金钱往来了 有诚心的朋友 大家长长久久 没诚心的朋友会害你一辈子 这是她血淋淋的经验跟教训 而乃哥也说 她在演艺圈打滚了42年 做得最错最错的一件事 就是不露了世界 就是她在综艺节目录影当中 标骂唐从胜 她觉得她从头到尾 对不起的人只有唐从胜一个 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帮助朋友 惹出一身是非 这时候2019年 徐乃琳被指控诈裁 召开自清记者会 结果被当事人现身踢馆 也就是证明穿衬衫的女子 场面火爆 而她也是这回被徐乃琳提告的对象 两人恩怨长达好几年 曹信女子指控徐乃琳 以投资名义借钱还高利贷 结果凡被提告毁谤 双方多次闹上法院 这也不是徐乃琳第一次卷入官司 几乎都是朋友跟人发生纠纷 害她惨遭波及变成被告 例如2016年被屋指豪宅经营赌场 徐乃琳含冤 只是把房子出租给阳性女子 却度过人生最黑暗时刻 2019年则是被曹信女子 指控假卖房争诈财 她怒开记者会澄清 自己也是受害者 缠送至今 她又因为帮好友借款 遭对方提告 最后获得不起诉处分 我讲我这一生帮的朋友太多了 所以我太太一直告诉我 朋友不要有金钱往来 金钱往来 够意思的朋友 有诚心的朋友 大家长长久久 没有钱往成亲朋友会害你一辈子 这就是我血淋淋的经验跟例子 这回徐乃琳硬起来提告 毕竟身为公众人物 对形象大有影响 不论法院判决结果如何 恐怕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帮助朋友了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如果要募款协助孙安佐 去乌克兰前线守护世界和平 您会愿意慷慨解囊吗 原来孙安佐成绩一段时间之后 日前在自己的社群宣布 他做过很多艰苦的训练 实弹训练他都懂 因此他在泰国也碰到很多疯狂的事情 胆子很大不笨很聪明 所以他有战斗知识觉得很好 希望能够在网络上募款70到100万元 买好装备会拍开箱影片 要出发去乌克兰守护世界和平 阻止战争的发生 而针对孙安佐这项新决定呢 其实也有媒体记者向他的母亲 也是一人抵音来求证 不过抵音文讯呢 只是呵呵笑了两声 随后就请记者自己去问孙安佐吧 究竟孙安佐能不能成行呢 恐怕也要看他募资的情况 是否能够如他预期达标 至少要70万元 还要再继续观察了 而再来呢我们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这也是一人的家属惹出的纷争 肖熟胜的先生呢 先前成立了经纪公司 但是被旗下的员工 指控性侵怡孕现在又加一 这一名呢 女星他控诉肖熟胜的先生 梁轩安防害性自主 他说呢他从2022年 加拿大回台湾经济情况不稳 但是过去呢 曾经是这种幕后的代唱歌手 所以在梁轩安的这个招揽之下 加入他的经纪公司成为旗下艺人 但同时也担任秘书的工作 约定了月薪是六万我 还当下拿出一两万块让他周转 但是呢随后梁轩安却四处声称 这一名女星是他的未婚妻 甚至利用工作机会来潜规则 他希望能够解约 现在也挺身而出出面控诉呢 曾经他对他有不当 甚至性侵得逞的经历 不过面对这样如此严重的指控 小鼠胜的先生梁轩安他说 他认为这两名这个指控者 跟他们没有发生过亲密关系 同时呢他觉得这两人是想要让他社会性死亡 爱告去告全权都会交由律师处理 先生台北地检署勇敢拿下口罩 用自己的名字艺人Rina按铃控告 艺人萧淑胜的丈夫梁轩安妨害性自主 梁轩安多次以演艺圈机会 与工作机会作为交换条件 要我与他交往发生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 因为我不配合他的要求 他便开始忍动我不支付薪水 也藉由出差之故 以权势逼迫发生关系 本以为这已经他罪恶劣的心境 没想到他还用暴力侵犯我 讲到声音忍不住哽咽 他在前年从加拿大回到台湾 经济条件不稳定 隔年八月梁轩安找上门 说要支持他的梦想 就与他签约并给秘书职位 但不只四处放话说是他的未婚妻 让他背负小三之名 更是利用工作机会对他潜规则 甚至当面对一人说出经济公司 就是我的后宫 只一个很多个 一方面是因为曾小姐她站出来 我想说真的太多女生 受到这样的伤害了 我不觉得这个应该继续人气吭声 Rina也说自己掌握证据 一定会捍卫权力 但梁轩安这边 记者在递检主前打电话 无人接听 却在下一秒就传讯息给Rina 露下很想红你加油吧等字眼 并跟平面媒体回应说六月控告的曾小姐 以及这次的Rina 都只是想让她社会性死亡 他每次我在准这个的时候 我都会偷捏 他就反正偷吃然后偷嘎 外界好奇 加上前一次曾姓女子的控诉 一个月内就两起相同的情况 消除胜反应如何 梁轩安说并没有站在自己这边 只是客观看是非对错 然而真正的事情经过各界物理看花 一切进入司法程式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